所以這個段落到這個段落之間就剛好一行 所以前段後段距離 利用這個方式去做排版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以前都塗法煉鋼 隨便亂排 反正印出來看起來像那個樣子就對 但實際上正確應該是這樣要這樣做了 你要了解怎麼樣去做排版 排版記得從常用的段落裡面 這個地方點下去 都在這個地方做設定 而且不只這些 還有這幾個 你要知道這些怎麼做 這就是文書處理版面 排版的一些重要的技巧 OK 那所以最後的話把這三個功能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題 那第二題的話呢 將紫色文字段落分為三藍 那什麼叫三藍 三等藍 我想你們看報紙就知道了 一藍兩藍三藍 或者雜誌都有 那藍的間距0.5公分 加上什麼呢 分隔符號 分隔符號就是藍跟藍中間 有些有線 有些沒線 那這個是要有線 要有一條分隔線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要分 藍 那在哪個地方做呢 在紫色文字 所以你要看 這個是 他要做的 地方 而且是段落 分為三等藍 然後 OK 那這個地方首先我們要找一下 紫色的文字 紫色文字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 就是紫色文字 那我要怎麼選取這些紫色文字呢 有一些技巧啊 我想你們習慣這樣選 也可以 或者我建議你把游標放在外面這邊 會變成 白色的箭頭 像是一行一行的 一個段落一個段落的選取 把這些紫色文字選取 起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找到 這一個 藍的地方 那藍在哪裡 記得不是在常用裡面 是在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就會看到一個什麼呢 藍 有沒有看到 藍 藍裡面的話呢 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會有 三藍 那你要擠藍 就會有擠藍 把它點下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三藍 不過呢 這個地方你會想說 不對啊 可是我要去 設定什麼呢 它的間距 還有要分隔設定 所以我 把它Ctrl Z一下 Ctrl Z就復原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復原就按Ctrl 加上Z 這個一定要記下來的 就回覆到上個動作 Ctrl Z 這個一定要 把它記下來的 那 它還有一個所謂的 其他藍 其他藍就是說呢 它有一些進階的設定 請你在這邊 設定 如果你直接 選藍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設定 它的什麼呢 監距 那監距部分呢 題目要求是要 0.5公分 所以你這邊輸入0.5 後面本來是字圓 請你自行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叫公分兩個字 這個地方 請你把它輸入公分 那在2007的版本 你輸入Cm 可以 可是 2010的版本 輸入Cm 卻不行 你等一下 你們可以試試看 一定要輸入 這一個 公分 0.5公分 OK 然後呢 要加分隔線 那分隔線 預設是沒有打勾 所以這個地方要打勾 也就是說呢 請各位在 版面配置裡面 找到藍 其他 找到其他 設定裡面呢 找到 這一個 1 2 3 3 就可以 那原來是 0.5公分 你輸入完畢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為字圓 好 字圓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完成了第2題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看到 它的 間距的話呢 就是 它的這個間距的話 就0.5公分 然後呢 中間有加一個分隔線 OK 好 這裡的話呢 就完成第2題 好 把畫面還給各位 接下來第3題 第3題就是 將什麼呢 將這個項目符號 各位應該知道 項目符號吧 項目符號的 這個部分 改變成這個圖檔 那這個圖檔就是 它剛剛產生在 資料夾裡面的 那個檔案 大小為20 那對其 文字 對其文字 必須要是 垂直的 置中位置 特別注意喔 他為什麼 我也為什麼要強調 要垂直 因為 你在對齊裡面有沒有 只有水平的 置中對齊 如果你要垂直 置中對齊 不是 他的位置不太一樣 所以這裡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將項目符號 所以項目符號在這裡